什麼年份的 這裡的話可能要刷一下防鏽 Sienta 哈囉 今天是在Sienta的社團裡面開直播 不曉得訊號有沒有正常 上線的話是不是有車友看得到呢 有的話再幫我們回答一下 Sienta的車友 Toyota Sienta的車友 那今天的Sienta 看起來好像全部都原廠的 只有要改裝KT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 有很多的用途呢 是拿來承載家人 所以會把它設定到很 很禁忌 或者是跑三道專用的那樣設定的話 不敢說沒有 但是比例的話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KT針對Sienta有很多的細節 是讓它操控性變好 然後也不至於 犧牲掉太多的舒適度 所以在彈簧的設計 在上座的設計 在阻尼的設定上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哪裡好 經理自己介紹的話 有點老王賣瓜 一點也不準 所以會從細節上 來跟各位來做解說 那我們先從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來看看它的結構設計 原廠的話 它前面一樣是賣花城的設計 只是Toyota 它把它這台車 當成是一個比較小車的設定 那這樣的設定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上座的空間 用的比較小 所以車室裡面的空間 相對的就變大了 因為一般來說 像是現在比較新的TNG的底盤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上座 三顆螺絲 那上座的話 它會有一個塔頂 就這麼大一顆 所以像是RAV4的五代的話 它的上座佔用掉的面積很大 但Sienta或者是Toyota的小車 YARICE也是這樣的設計 它有一個軸層 有一個橡皮 所以它的上座 就只有這麼簡單的設計 現在的新款的GR YARIS 那一台的話 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樣的設計的話 它結構很簡單 它所佔用掉的面積也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前面賣花城 這個軸層 要放在KT的一個轉接座上方 所以這個是前面賣花城的設定 那當然啦 原廠Toyota的像這種車型 它在設定的時候的阻尼 就是軟硬度的話 彈簧也軟 然後阻尼也軟 所以開起來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過彎時候的傾斜的幅度 會比較大 或者是說後座的乘客 比較容易會暈車 那基本上 有的很多的車友會問 在板上詢問說 那改什麼東西 能夠改善這樣的行車品質 改兩個東西 是能夠立竿建議的 第一個避震器 因為避震器 攸關到行駛路面接觸的 第二樣零件 第一個零件 就是彈簧 我們的輪胎 輪胎的話跟鋁圈 只要把鋁圈的加大 它的扁明比變薄 操控性自然也會變好 所以這個兩個改裝 都是能夠非常的明顯 提升操控的品質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上座 這個有一個指推軸層 跟一個傘狀 雨傘的傘 傘狀的橡皮 那個零件是要沿用的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它有一些固定的機構 這裡有一些固定扣具 還有ABS感應線跟 剎車油管 這些的零件 KT的話 都做得跟原廠一模一樣 這裡還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待會再介紹給大家看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 這個懸吊系統 如果有在KT的粉絲團裡面 看過經理做直播介紹的話 就可以了解 這個結構設計跟什麼很接近 跟9代 10代 11代 11.5代的Artis 非常的接近 因為它這裡的局部零件 跟車體的底盤結構 都是共用的 所以KT的話 在設計上的話 不是靠轉接座的形式 什麼叫轉接座 有一條彈簧 可能FIT也用這條彈簧 Yaris也用這條彈簧 Sienta也用這條彈簧 但是規格不同 它需要靠一個轉接的形式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沒得改 只能用這種形式的 所以在這個上座的下方這裡 有一個彈簧的規格 這個彈簧規格 就變成需要靠轉接的形式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可是KT非常的用心 KT連這台車所打的規格 都是給這台車所專用的 所以這個KT的規格 是打了190mm 5公斤的規格 那這台車的車重 這台車的一個設定 就是需要像這樣的規格 如果把它後方 用轉接做的形式 轉成直捲彈簧的話 我保證各位 這台車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像這樣的形式 這樣形式的話 KT的設計做的跟原廠一樣 上方是大的 下方是小的 做一個特殊形式的彈簧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而且如果車友改裝其他品牌 有遇到一個問題 開的時候沒有一音 可是裝了大概半年 8個月之後一音出來了 就是這個橡皮 這個原廠 這個沖壓的零件 它好像是一個杯子的形狀 其實這個鐵片的下方 還有一個橡皮 這個杯子中間 它就會砍住一個橡皮 那一般改裝的其他品牌 這個橡皮的直徑 做得太小 或者是這個橡皮的軟硬度 做得太軟 就有可能開一開之後 它會位移 位移之後中間裡面 軸心有一支鐵管 就會跟這個機構做干涉 就會摩擦 就會發出音音 在Honda CR-V的四代 在這台車上 如果對這些零件沒有特別熟悉的話 可以問看看車友 就會有遇到音音的狀況 KT的話 這些所有的零件 上座也好 橡皮也好 彈簧也好 都是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當然跟原廠一樣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改裝有很多的細節 都是藏在這個小細節當中 所以可以多多比較 乘坐感覺的話 就沒有辦法從影片當中 或者是從敘述當中 來做了解 至於乘坐的感覺 經理會比較推薦車友 來實車來試乘看看 來比較看看 或者是試看看CMT的車友 也很大一群 可以試看看車友 不同的改裝品牌 乘坐起來的感覺 到底實際是如何 那個才是最客觀的 好 那我們來看後方了 後方的話 這個上座 就跟原廠一樣 這條彈簧 就是剛剛經理講的 肉肉燈的 這條彈簧 190長5公斤的規格 上方就是合上 這個原廠橡皮專用的 沒有靠過轉接的形式 來砍上去的 所以密合度就是非常的好 不會有任何的陰影問題 所以這個是後方 190長5公斤的規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車高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鏡頭從這裡拍看看 這個下方有一個腳管 只要我們把這個托盤 把它敲鬆之後 整體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了 縮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KT的腳管做得比較長 能夠調高跟調體的範圍 也比較寬裕一點點 至於軟硬 軟硬 有的人覺得這樣乘坐起來的感覺 太軟就可以調硬一點點 所以KT的不只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度的話也能調整 軟硬度的話 Sienta後面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維修的試蓋 這個試蓋的話把它拉開 從這裡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後上座 所以這裡有一顆懸鳥 這個懸鳥是可以拉起來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往順時針這個方向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可以做調整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所以後方菜狀上也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前方不同喔 前方它為了讓它車室裡面的空間加大 所以它的座倉 座倉的話有往前移 那往前移的話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上座的部分的話 它已經沉到下方 擋風玻璃的下方在這裡了 所以需要調整的時候 或者是拆裝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這裡的零件 這裡有不少零件 有雨刷、連桿、雨刷、馬達 需要把它拆卸下來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一顆螺帽 其實它上座就只有一顆螺帽 但是要拆裝到這一顆 其他零件擋住了 所以需要把這個拆開 那前方的阻鈴也很簡單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SOFT 這裡有一個箭頭 往SOFT方向就是變軟 所以左邊跟右邊的軟硬度 記得要做對稱 左右一定要一致的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 段數可以不用一致沒有關係 這條彈簧要更厲害囉 一般像這樣的車款 前方的彈簧可能其他的品牌也好 它做得比較靜寂一點點 前方的彈簧是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那直筒式的彈簧它比較 比較適合在雙A貝的懸吊上 或者是在比較靜寂的車款上面 CN的話我們一般都是把它拿來當家庭房車來使用 所以改了直筒式的彈簧 不是不行 那如果你比較熱血的 那就適合是直捲式的 如果你需要的是 需要有保留一部分的舒適度的話 這一條彈簧就非常的推薦 這個是200長7公斤 7公斤指的是我們現在要1mm 它需要7公斤的力道 所以針對這台車的車重 針對這台車的形式 我們把鏡頭帶過來看一下 這個彈簧它就是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那它的線跟線之間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能夠上下作動的行程 這個是它有一個上下作動的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它所謂的行程 這個行程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還要來多出35% 在作動的時候 一般直捲式的我們直上直下 我跟你講這種彈簧它是胖胖的 所以它有一部分壓下去之後 回彈的力道 有一部分會往兩旁來做釋放 所以乘坐的感覺上就會舒適許多 至於在KT的用料上 大家都知道這台車是日系車 日系車車友們最推崇的品牌 就是日本的綠色塗裝的這個Tim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油風跟品牌一個壽命 是最有關係的 Tim所使用的油風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KT用什麼油風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而且KT裡面所填充的主名有又更厲害了 是從意大利一整筒進口來台灣的IP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IP的主名有 所以這個油品的話也是相當的高檔 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KT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因為有可能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可能主名有裂化了 可能其他零件有損壞了 不需要換一整套 可以針對那一支來做維修 所以KT都有辦法做日後售後的維修跟服務 如果我們針對剛剛經理的介紹 有想要了解更多的地方 也可以私訊我們KT的小編 或者是說也很歡迎各位來試乘 我們在台灣 從北區有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也有經銷商 南部也有可以服務各位的店家 甚至是宜蘭、花東都有店家可以來做安裝 所以如果有想要了解KT更多的資訊的話 都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